今年阿克苏地区全面启动高产精品棉区建设 棉花种植总面积严格控制在400万亩以内 实现单产110公斤 总产皮棉44万吨 拜承乌石和温宿线的40万亩次移棉区和风险棉区 改种林果粮食和四草 在调整种植面积的同时 阿克苏地区还将重点抓好 以高效节水为载体的棉花先进生产基础的综合配套应用 做好棉田病虫化的动态监测和综合防制 使100万亩节水滴灌棉花平均单产达到140公斤以上 完成杂胶棉200公斤高产示范面积2万亩 力争每个乡镇都建立200亩以上示范面积 到2015年阿克苏地区杂胶棉面积将达到200万亩规模 建成高产精品棉区 阿克苏台孙承汽报道 在昨晚的首场演出中 新疆歌剧院为敬千名观众送去了大型原创音乐剧 冰山上的来客 迷人的歌舞动人的旋律 重现了过去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赢得在场观众的振振掌声 千场演出送基层活动作为自主区文化汇民工程重要内容之一 是我去近年来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 演出场次最多的一次大型文化活动 文艺团体将携洒满阳光的新疆 冰山上的来客 穆卡姆的春天 马士巷子的老院子 你好阿凡提等优秀剧目 吩咐基层为群众献议 整个活动将持续到今年3月 阿克苏台报道